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是关于LDL选手的事情 LDL选手是最惨的 他们买一个30级的韩服账号 没有皮肤英雄也很少的那种 就要五六百 现在又涨价了 涨到一千多了 然后玩了两三天 直接被涌封 Faker的这个事情 就让我想起了UZI 同样是怒斥演员的行为 UZI被大量网友喷尸玻璃心 进去游戏就被一顿眼 然后自己有的时候也摆烂 但是Faker选手怒斥演员 评价大不相同 而且韩服直接出动帮忙整治 这个对比不得不说 有点过于真实了 个人认为 UZI所遇到的演员局数量 要比Faker遇到的多得多 Faker可能偶尔遇到 一局对局里面有演员的 UZI是只要直播就经常碰到演员 演员为什么敢演UZI 不敢演Faker 第一个原因是 之前就有过Faker喷演员 然后韩服大量封号的行动 在那之后 演员是真的不敢太过分地 针对Faker 但是UZI就不一样了 UZI的舆论评价不好 而且有人甚至会为了 黑UZI帮演员说话 帮演员洗白 因此 演员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 和狙击UZI的排位 诚然 UZI确实有的时候 会将非演员对友视为演员 而且自己也有 因为心态不好 而不好好玩的情况 UZI没有做到最好 但这不能成为网友洗白 那么多演员局的理由 为什么演员不演其他选手 就演你 这样的评论过于经典了 最后是 关于韩服封号这个事情的 个人看法 前面我们提到过 之前 韩服就有过一次 大规模封号整治演员的行动 当时很多职业选手也被封号了 不过后面都解封了 这次类似DuneB等 职业选手被封号 是否会被解封 是作为观众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之前 RNG的三个选手 在决赛之前 也曾突然开打峡谷之巅 不确定 他们的韩服账号 是否也被封了 以大方向上来说 演员和剧组 确实是国服出的英雄联盟最大毒瘤之一 不仅影响国服 而且也影响韩服 最让人无语的是 这些演员和剧组 是真的很难处理 以匹配机制和游戏表现 来评判一个玩家 到底是不是演员是很难的 因此拳斗官方 也是给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韩服大规模封禁账号 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因为自己赛区第一人发话了 韩服演员泛滥 那就大规模整治一波 误伤什么的不管 毕竟韩服有权力 对服务器里面的玩家进行制裁 其实在我看来 可能还藏有另外一层原因 那就是即将到来的2022MSI 目前2022MSI集中赛的 11支代表队都已经确定完毕 除了LPL赛区不能到现场参赛外 其余10支队伍都在近期 出发前往韩国釜山了 到了韩国这些选手 自然是要用韩服 进行日常的训练和rank的 那么好的排位环境 自然是需要给予保证的 所以这个时候封锁IP 封停违规账号的做法 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MSI之后会不会放松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至少从现在来看 非本土玩家 不准踏进韩服是肯定的 而目前 LPL这边国服的训练环境不好 受到影响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最坏的结果就是 大家都回国服训练 井水不犯河水了 对于这件事 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 我会去挨个查看 大家如果认可我的话 点个订阅 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 再见